陸橋有一個計畫叫做陸橋遷之旗 那因為我們這個陸橋拆遷 它不是單純的把陸橋拆遷 然後再把就是橋面上的位置鋪停這麼簡單而已 就不是像現在已經有拆遷的像大陸橋 或者是像我們是外風橋的陸橋 就是一個單純的把橋拆遷 然後再拆遷 那我覺得說因為結合了周邊社區 然後還有幸福川整個東西向的串結 那所以我們覺得先要有個上位計畫 那這個上位計畫呢要有專業團隊來設計 它就是一個層次的設計指令 那還要再做前期陸橋周困的環境資源調查 第三就是裡面開橋期間的生活籃圖 那包含說開除的時程 包含的替代方案 那包含開除前要放一些活動 就是像一些回覆的攝影展 或者是說周邊的居民或跟市民 可以一起住行上橋做一個最後的告別 那這個參橋期間的生活呢 是盡量不要影響居民的生活 盡量所有的時程 那意思呢 我們希望會有個網路上的工 開的是去溜了自己逃 這邊就是占定 比較民族路橋的願景基礎 那這個網路呢 他就是可以讓大家隨時 可能他就是在市府關廣的一個步驟 那他隨時可以達到說 這個計畫的內容 那他什麼時候要拆拆多久 那周邊的一些設計 這樣子 用拆角期間呢 我們那個上位計畫包含說 要設置一個願景管 那願景管中裡面會有 整個民族路橋周邊發展的一個模型 然後影片跟這個願景的故事 那這個願景管也就是說 又要再帶一個定體的設施 因為這個可能要花很多錢 所以我們從這個周邊環境的資源 調查下去發現說 現在周邊有什麼文族管 可以再來利用 例如說我們現在所在這個位 他是一個具有歷史的建築物 那或許他就是可以拿來設置一個願景管 那開草期間也是要持續的開放 當地的居民或者是市民 持續的來參與討論 那開草期間也可以利用 我們做的周邊的環境券調查 讓社區來做一個 產業開發的文創商品 例如說 我們這邊有很有名的 已經接到可以做 已經巧克力 或者是新福川的雪花冰 那這個就是比較今天社區營造的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開草是牽扯到 政府這個部門的一個橫向的創接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境界 那未來的生活願景呢 就是西方周邊 現在的步道是非常年歲的 那這些系統會被整合 那它是這個步道的系統 南北上的話 就是跨越民族路 目前它是一個 目前就是有很多想像 所以還沒有一個定案 那但是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跨越民族路 結合西湖川河岸遇到的人 的行道或步道 那有充足便利的領特空間 那西湖川也可以變成一個清水空間 那這個橋拆除之後 我們希望可以把你的 可以留下房 那裝可以順暢 那周邊的產業 也可以帶來很好的經濟 保安的通知 橋拆掉之後 交通還是非常的 就是 車子快速通過 那周邊的商標並沒有改變 那這邊是 就是 我再補充的就是 這個前期的商務計畫非常重要 因為它就 這個計畫就是 影響到最後的生活變成 很重要 所以 我再補充